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终和丈夫在张继曾经驻足的地方精心安下了一个中西文化巧妙交融的家 使多年的梦想得到了实现 上有天堂 下有苏航 在这一块美丽富饶的地方拥有一个家 一个舒适惬意的家 无疑是许许多多人曾经做过的浪漫的梦想 她叫沙曼宁 因为先生姓李 朋友们都尊称她为李泰 她来自宝岛台湾 去年在这张继曾经驻足的地方精心安下了自己的家 这是一个温馨的家 这是一个散发着浓郁的艺术气息的家 这是一个中西文化巧妙交融的家 客厅是主人的名片 感受着这里的氛围 我们不难读到主人的审美品味和生活追求 我自己称我自己是半个苏州人了 除非 除了我的苏州话讲得还不好以外 其实苏州很多生活上的这种习俗啊 传统 其实我也了解了一点 那么我跟苏州人交朋友 也交得很自然 然后跟他们的话题也都非常的接近 我们所谈的 所喜欢的 都非常接近 那么说我非常融入这里的生活 我一直住在苏州不但没有抱怨 还觉得心里觉得很感激 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到苏州 那么真正感觉到跟历史人物同在的那种 那种历史情怀 因为以前在书本上读了很多 但是根本觉得是很遥远 是一个好像没办法摸得到 看得到的 那么到了这里来 你马上觉得 好像红楼梦里的曹雪芹的那种感觉生活 好像就你有一种参与感 或者你到了昌浪亭 你就会想到 《福生六纪》里面的沈三百云梁 那所以会有一种历史的感觉 觉得很感动 经过这几年 我在这已经六年了 那经过这六年 不断的了解苏州 我才知道原来苏州呢 它不仅次于这些 它还有太多太多的这个 艺术上的这个成就 好比说苏州这个建筑 那香山帮的建筑是很出名的 那么甚至于出名到北方去 北京盖子京城 那么它的造园艺术 苏式的家具 然后盆景 书法绘画 金石雕刻 甚至于昆曲 平潭 有这么多先人伟大的这个艺术的成就 那原来都出自于苏州 那么对苏州了解得多一点 那么就更喜欢苏州 那我谈不上很了解 因为这些东西学有专精 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研究它 但是我是作为一个爱好者 非常喜欢 沙曼寅在欧洲 美国 台湾 东南亚都生活过 在苏州 它产生了一种如雨得水的感觉 它喜欢这儿的景色 喜欢这儿的文化氛围 喜欢这儿的人 还喜欢这儿甜甜的方言 它长得很漂亮 好 颜色也配得很好 颜色配得很好 对 真的 你要不要叫我讲苏州话呢 对 这样说想学什么 比方说这个日常用的 你来我家晚 你有空来我家晚 有空来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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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室 所谓的河室 就是日本 沙曼寅说起与苏州的缘分 她很感激自己的先生 李云正 但是我个人的想法呢 因为在苏州这个古典园林 已经是整个 早在1993年 李云正就以自己的远见 力拍众议 来到苏州出任菲利浦 苏州公司的总裁 李先生早就认定 电子产业在台湾 已经没有发展潜力 未来的希望在祖国大陆 现在她又出任 罗李公司的总裁 在1988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在菲利浦 那么在荷兰总部 在谈到说 我们应该到大陆去发展 那个时候就想到过来的 那更早的时候 就想到过来了 因为毕竟大家晓得说是 中国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的一块 宝地吧 我来到这边的两年呢 都是一个人在苏州 那到了1995年 他才过来 那现在他同意我的讲法 他觉得苏州不错啊 李先生在事业上是成功的 在生活上是幸福的 是沙漫淫为她 营造了一个令人羡慕的 温馨的家 一般对我们来讲做女人啊 就是要嫌弃良武啊 然后呢帮扶骄子啊 那么他在这方面 不单单做得非常好 另一个他自己的事业 也是很出色的 那么从我跟他接触以后 我知道他原来是在台湾 也有一家那个航空公司做 而且也是做经理 那么也做得非常好 回到苏州 然后他在台湾 然后开了一个那个叫什么 那个服装 服装那个制作坊 是他们台湾叫制作坊的 是吧 那么也很很好啊 这件衣服能赶好吗 明天 嗯 可以赶好啊 可以的 差不多了啊 因为人家赶了结婚要用 嗯 嗯 还可以 对 这纽扣要钉得好一点 沙曼营不仅仅是一位贤妻良母 她还有自己的事业 由于她在服装艺术上独具的眼光 以及朋友们的信赖与托付 沙曼营在石泉街开了一家服装制衣店 她的服装以品位高 用料精做工考究 而深得朋友们的喜爱 和广大客户的青睐 好 这个搭配 这个颜色搭配应该 我觉得比较创新的这个样子 嗯 蛮好的 哎 李太 来诊探一下 我想问李太 是 你为什么要开办这个服装店呢 开办这个服装店 其实真的机缘巧合 从来没想到过 那么我跟这位大师傅啊 认识已经好几年了 大概我们认识有六年了 那么他以前一直替我做衣服的 那么我自己呢 蛮爱穿的 到苏州来 觉得苏州的丝绸非常好 那么常常买的料子 请师傅帮我做 那么做了很多年 那么我觉得师傅的手艺很好 那么后来我跟我先生商量 我说我来当这个傻瓜吧 虽然是我完全是个内行 在技术上我完全是内行 不过呢 在布料上 还有衣服的样式上 我想我们在外头跑的多 看的也比较多 那么我很希望 跟师傅的技术来结合 我们做一个很完美的搭配 那么这样他来 发挥他的手艺方面 那么我来发挥我的创作方面 然后我希望给顾客提供 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比方说有宽敞的四衣间 有这个很好的灯光 那么很好的这个空间成练 那么让客人进来呢 很舒适的在这里做衣服 因为衣服是艺术 有很多李泰的台湾朋友 也十分喜欢到李泰的店里 定做中国传统的服饰 李泰成了他们的好朋友 对 这个叫做丝棉 叫丝棉 丝光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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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丝光棉 很好看 这个叫秋天外号 蛮好的 很好看 很复古 很复古 对 很像张爱玲 对 没错 沙曼银还很喜欢逛文物市场 对于苏州 他这位新的苏州人 想了解的东西太多了 然后现在变成古董市场 古董市场 这边像我那些屏风啊什么 都在这买 都在这找 我有好多件东西 这是什么价格 这个1500块钱 一对 1500块钱 10在家吗 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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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表示还有余地 对 稍微有余地 稍微 大概多老呢 大概什么时候 大概清末吧 清末 应该是清末 清末左右 那一队呢 那个雕得比较厉害的 这个呢 是房的 房的 房的 哦 这个是房的 所以里头重新雕的 这个里面看得出 现代的机器 用机器雕的 对 嗯 那一队是新房的 也好 也还不错 所以说价钱比上海便宜 是 对 价钱比上海便宜 而且像这两扇窗 哦 我们可以拿回去 当那个 墙壁的隔间 对 墙壁隔间 可以把它隔在那边 应该蛮好看的 带她来看看 像我家里有一个那个 灯 做灯的那个狮子 你记得吗 记得 我在这位老板这里买的 那么买回去 我把它做成台灯 对对对 还有这些 这些花板嘛 对对 我也买了两个 回去做了一面镜子 你好你好 你好两个我不认识了 是吗 谢谢谢谢 那买两个回去我就拼了一个镜子 在我玄关那里 对对对 比方说像这个 这一片 花板多少钱 这个这两百多块钱 这看起来很像老东西 这块不错 是老的 看起来是老的 都是老的 从这里我们穿出来 这个广场 到礼拜六礼拜天就白满了 好有意思 对很有意思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比较便宜的东西了 对于博大精深的苏州文化 沙曼颖做到了全身心的投入 自幼喜爱美术的她 还在苏州拜了一位书法老师 她要在认真的学习中 探求无门艺术的真谛 要注意这个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就是说 对联的上下联的 那个之间的关系 那么上下联之间的关系呢 有那个对联与对联之间的 还有是上下联字与字之间的 他们所对应的各个字之间的 这种浓淡 大小 还有是那个干湿 还有是线条的一些变化 你就在这个边上 就在这个边上 字贴可以放 你可以去看这个 她对这个书法的悟性 也是非常非常的高 就是说对一些用笔的这些技巧 或者对字的形状的一些揣摩 我觉得都是非常了不起的 也是我所遇到的一些成年的学生吧 就是说很难得的 非常非常就是说少见的 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一个学生 谢谢老师 沙曼莹与她的先生李总 都在苏州找到了家的感觉 李总和她的朋友绕先生 都庆幸把家安在苏州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李先生是个高尔夫球迷 每星期他都要约朋友 到高尔夫球场一展身手 说的是好地方 这个又传统又现代 它这个传统和现代结合得很好 这里的文化的积淀很深厚 但是呢 它呢 就是感觉说 也跟得上时代的这个地方 现在感觉很强 像它的科技啊 它的工业啊 这些 现在影子啊 这些 生产它这些也很先进啊 所以来路 但是呢 对了然后 生活呢 它也 现在舒适的也有 然后 传统的文化想象 就是 天堂 以前说 上有天堂 下有苏堂 还不太理解 在这里生活以后呢 就可以感受到 就是说 那种天堂 是 它的有具体的 具体内容啊 就是说 不光景是它 自然风景美啊 所以我 像它 关键我 我个人感受到 它你身后的 这种文化的内海 让你感觉到 它是一个开心 很细腻的 对 用心工作 用心交友 用心生活 追求完美 这是 李泰的特点 哪怕是一日三餐 他都亲力亲为 用心去做 那李泰 你为什么亲自 要下厨房呢 我爱烧菜 那个 我小时候呢 我妈妈 很爱请客 我妈妈是很会烧菜的 我爸爸呢 很爱吃 那我不知道 我非常有兴趣 我小时候就被 妈妈抓到厨房里学 那么 所以呢 被烧菜感到非常有兴趣 你看到一些食物 从生间到熟 那么你会觉得 很有成就感 那么 平常 我们自己吃得很清淡 那所以 都爱在家里自己做 那像这个是我们的家乡菜 广东人的这个家乡菜 酿豆角 酿藕片 酿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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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漫营的家叫刘云轩 是啊 这两朵曾经在东南亚飘过 在海峡对岸飘过 在欧洲飘过 在美国飘过的云彩 最终落在了苏州这块美丽的土地上 在他家的刘云轩辩额上 这样写道 月尽福生 醉饮无门 智富花影 情继莫韵 山环水暴 人质所乐 可以清新 可以流云 这正是李先生 李太太 这个苏州之家的真实写照 好了感谢收看本期的孤苏文化 接下来请关注下期的节目预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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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